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很早就有各种帮我准备 我们一家这个爸爸跟女儿之间都是超麻吉的 现在连孙女也加入 谈起爸爸金苏贞昌笑到合不拢嘴 不只谢谢女儿也在父亲节前夕在脸书上感谢幕僚 贴出一系列漏网照片 像是有年轻幕僚坐在苏贞昌后面 看着电火球的后脑勺狂笑 坐在后面真的超刺眼的啦 还有贴身幕僚窃窃私语 老板的头有记得涂防晒油吗 拿自己的电火球做文章 但其中一张是苏贞昌女婿帮她调整服装 照片却写着岳父我们靠这么近 可能会耳濡目染道 趁机酸的对手侯友宜 选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那幕僚强 候选人才会强 我非常感谢我有非常强的幕僚团队 我自己看了也觉得蛮好玩蛮好笑 另类方是感谢幕僚辛苦 同一时间对手侯友宜上广播节目 谈到逝世的儿子 这个对我的人生来讲 那是一种追心出痛 那一种痛 以前我们经常在看诗本 诗本写了什么 柔长顺段啊痛彻心灰啊 其实那时候只是一个语言 没有感受到 那白法人送黑法人 但我要只能下一段再清楚讲 一次 你就感觉知道那种痛 一边深情一边热闹 父亲节两边阵营气氛不同 但同样想借由节日拉近跟选民的距离 所以我们拿来